Uu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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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都是泡沫 只一说的花花 在最新一期的王牌对王牌上 国内演艺圈当红的两个小花 郑爽和关小彤两位小姐姐 分别COS的冰雪奇缘中的安娜公主和艾莎公主 不过虽然两位笑容甜美 仙气十足 唱功却备受争议 甚至有网友在评论区直言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谁唱的更难听 可以说是非常犀利了 Let it go Let it go 有完美被蒸发 日风追遇到 反正冰天雪地我也不怕 小啦小米 拉米拉 豆拉豆 是时光 一时 拉米拉豆 我拉 永不 回 对对对 好很多了 你那个光唱的特别 而要说演员只有小花跑掉 那我们当红小盛 浩然弟弟绝对第一个不同意 刘浩然弟弟那绝对是要演技有演技 要长相有长相 前段时间原本要上映的春节党 唐人街唐案三 也是由他领衔主演的 但唯独在唱歌这方面 或许连调音师都有些崩溃 就让他好好演戏 别再为难孩子了 沉睡的勇士已经苏醒 别再等 听 黎明在远方呼唤启程 别再等 时间是分分分钟 重要的可言 谁都以为热情 它永不毁灭 总是那几年感兴了你心 那一遍 在马河畔 左岸的咖啡 我收一杯 品尝你的美 留下春莹的醉 还是原来那 我 不过流泪 几空深泪 所以变瘦 对着镜子 我承诺 去走 我还攒着 看了这么多演员们的花式场枪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夸他们敢于争唱 还是应该感叹娱乐圈生存无益 要被逼着多才多艺了 节目的则一起来看一下 还有哪些经典的连专业歌手 也带不动的名场面吧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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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